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讲了那么多好听的话 我们又讲一些负面的东西 其实杜德卫有时也是一个挺麻烦的人 讲得好听点就是有艺术家脾气 做所有事情都要讲mood 没有mood就什么都不用搞了 但是了解他的人就会知道 其实他太容易搞了 两样东西 要么是食物 要么是音乐 一定要饮饱他 跟着再开完音乐给他 那他就会立刻笑完 什么都做到的 是不是 做个出钱一X给你 然后再播首歌给你 那你就会开心了 你真是很坏 被你搞不好 副笑难分 待会还有很多通告 眼睛都会肿了 怎样去上通告 你还没化妆 现在化妆就没什么 今天没有讀化妆师 我帮你拍 我帮你拍 真的 太太有时 她真的很了解我 我都不知道原来是这样 吃东西 你总的发觉到日常生活里面 这些很细美的事情 但其实做了出来 真的很窩心 还有一个很大的力量支持 是的 这个老婆真的令我无话可说 有时相处久了 你会挑剔对方的毛病 接着就去插对方 他又插你 你又插你 也会这样 挪拆就会这样 是的 有时自己和自己相处都会生气自己 譬如自己不记得带一些东西 搞错 我都会记得 我也会这样 何况两个人相处的时候 有时会将一些东西 blame 对方 不知道究竟是谁错 总之当时我就是想 blame 你 当然我们也会有少少这些事情 但每一次我都会 实际上太多好的地方 令我都改变了我的性格 真的无话可说 很多时候 为什么会有人说 无论对或错 你都要say sorry 结了分的人才明白 无论你自己对或错 你都要say sorry 这是结了分的人才会 真心爱对方 和结了分的人才会 做这麽大的付出 好像很简单 但那个prime 那些自尊 人是男生 女生都会 那些自尊 搞错我没错 要我说sorry 但其实不是谁说sorry的问题 这是我觉得结了分的最大得罪